TBGA锦标赛 在第四回合 现在已经来到第五动 叶维智在第三第四两动 连续抓他Berdy 现在第五动首先开球 这个球对着棋杆笔直过来 稍微受到风的影响 并没有往前弹跳 来看一下叶维智在这一动的铁杆 上半身有个大幅的转动 双手也将这个球杆 保持这个宽度也是保持蛮好的 在下杆的时候由于这个上半身 有点往下掉 所以双手在棋球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很值得延伸 但是他将这个杆面回正还是控制的蛮好 从这个角度来看 詹事昌的开球 这个球对着棋杆过来制造一个Berdy机会 这是一个好球 看一下詹事昌的动作 在上杆的时候 我很欣赏他这个稳定的下盘 整个双手的这个摆动 这个在挥杆的过程中 其实是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两倍 这个手背之间的距离 也维持很好的 这个一致的距离 谢东苏 看起来这有点受到风的影响 这种是左曲 偏到了果脸的左侧 谢东苏 可以说有个非常强壮的下盘 身体的运作 那看出来这个腰波转动 其实时间上配合的蛮好的 但这个球看起来应该是 挥杆路径不是那么影响 干面有点关闭情况下 反而导致这个球点灼去 只是在果领边而已 现在处于他第二杆 这个落点应该要再多进来一些 还可以了 留下了大概 还有六尺的推杆 谢东苏还是笑笑的 看一下叶维之有个Berdy机会 嗯 错过了 剩下的短推杆是4part 哇 没有可惜 这种短距的推杆其实还蛮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让你推进 刚刚这个球其实 看起来应该是 他会有点左到右 那叶维之这个干头路径 有点带向左边 那反而带太多了 咱试上一个Berdy机会 相当可惜这个球居然 从洞口刷了出来 这个球球速是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球我们看到 这球几乎往下掉了 哇 结果呢 居然又刷了出来 相当可惜并没有掌握到这个Berdy 看起来战士舱这个表情啊 就知道说这个 这一栋啊 Berdy应该要进的 拿一个帕可以说是心不甘情不愿 谢东苏 不怕推杆 哦 也没有 哇 三位选手呢 都可惜了 这短推杆呢 都是有撞到洞啊 然后都弹出来 可是呢 谢东苏和叶维之啊 是吞了Boggy 那战士舱呢 还好 只是一个怕 好 再次来到第七栋 这一组呢 林文堂 汪德昌跟李卓泉 汪德昌已经是50岁以上的年纪了 但是呢 在这个一般巡围赛呢 仍然相当有实力 我们看到目前 第一标准看石杆了 李卓泉 是在台中地区的球员 那他在业余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 1998年的这个 亚运选手的代表 身材可以说是相当的壮硕 林文堂 在第七栋这边 for Birdie 可惜了 这个色 色诚呢 应该是进入到 林文堂这个Birdie的色诚 第六栋 的果领边 西龙苏 他使用推杆 他把这个旗杆拿掉 但是呢 这个球 经过前面的这些 A集在进来 那用推杆的方式呢 这个球反而是 很明显的 太大了 暗示仓是一个长推杆 稍微偏向球动的左侧 但力道是控制的蛮好 从他的这个动作看起来 应该是知道这个球是会向左边流 但是这个球呢 稍微被带左边带太多 叶伟智在锅领外也是用推杆 哎呦差一点点 这个球居然从洞边划过 距离已经很短了 所以叶伟智先把它推进去 所以第六动呢是拿下来怕 上来动到短推杆真的太可惜了 谢东苏要靠这个推杆来救怕 将近15尺的距离 然后要来救怕 这个难度实在是比较高 那也是因为在锅领外的这个处理 没有处理好 战士昌 一个上坡推杆 大概5尺的距离 球推进没有问题 4POW的推杆 所以目前呢 他还是单独领先者 我们先来看第八动这个短动 在锅领外宋梦章这个切球 嗯有点短了 那宋梦章的这个铁杆呢 跟这个鼓领边的短杆其实是相当不错 半江浩全 使用这个左锁在下的这个推杆方式 锅领推杆并没有进去 现在驴尾志有个锅领机会 下半程相当的稳定 稍微推过头了一点点 表示他是很有企图性的 驴尾志呢在第二天曾经打出67干的好成绩 第二天呢其实呢很多拳手的成绩都蛮好的 宋梦章这个for part的推杆很敢推啊 但是碰到洞弹出来又是可惜的一球 宋梦章在前面三天的成绩啊 七十一六十九六十八 第七栋现在叶伟智公国领 第七栋的part 5可以说是选手要拿 Birdy的一个非常好的球动 叶伟智刚才就表现出这样的机会啊 直接把球送到旗杆边了 邪东输 嗯,这个球停得太快 邪东输是连续两动的bogey 詹事昌两竿就攻到国领前 由于是上坡的关系 所以这个球呢是采用chip and run 这种切滚的技巧 可以说是落点打相当准确 控制也非常好 所以詹事昌在这边可以说是easy birdie 同组的选手呢也恭贺他 邪东输现在要积起来转一下 上坡推干 嗯,Birdy推又没有进 可惜了 这样子他跟詹事昌的这个甘肃啊 有点拉大的情况 现在叶伟智呢必须要来完成这个Birdy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精彩的 Approach 我们来看到倒数第二组来到第八栋 林文堂 在这个短栋呢 Birdy机会 这球过栋但是 没有进去 李卓拳 在第八栋 这是for par 还不是for birdie 这球也推得太大了吧 李卓拳现在是反而要靠这个推杆来救bogey 这么远将近10尺推杆以上 要来救这个救劲呢 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一栋有了麻烦情况下 反而来一个三推杆 这样子这一栋是以这个double 无干 来结束 当然这是不好成绩 王德昌 这个推杆for par 有 看到王老师的这个 每一个球啊都是 很有耐心 然后呢 很仔细的打 林文堂for par推杆 没有问题 李文堂在前面三天 686870 好到目前为止呢 呃 展示唱跟夜尾之七动结束呢 是地板14杆跟13杆 那只有一杆的差距 好我们就洗一会 大家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